在美國的要求底下 菲律賓必須演下去 美國如果真的要把航空母艦 開到南海來 那是一個墳場 對中國來講 隨便任何一個超高音速導彈 都很容易集成 這個導礁歸中國 或者歸菲律賓 跟美國有什麼關係 毫無關係啊 那是一個很好操弄的一個體材 好 觀眾朋友這一節 節目一開始我們趕緊來關心 在中非在南海的爭議 現在呢 仍然是在持續的擴大當中 我們先來稍微回顧 在上週五的時候 菲律賓的這個海岸警衛隊 他說呢 當菲律賓要轉移一位派駐在仁愛礁 生病的武裝部隊人員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海警橡皮艇 是故意的撞擊我們的小船 另外呢 還有一個說法是 非國指控啊 中國大陸的軍隊涉嫌搶奪 非國軍隊送往仁愛礁 馬德雷山號的食品 醫療用品等等 好 針對這些指控 我們來看到中國的外交部 是終於忍無可忍了 表示啊 菲律賓的海警船 如果你需要通行仁愛礁的話 需要事前來向北京這邊做一個通知 這個言論一出啊 又遭到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的怒斥 我們來看到他說什麼 他說啊 北京你的要求啊 根本就是荒誕而且無稽的 並且強調說 執行補給任務是沒有義務尋求任何國家來做同意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中非的衝突不斷的擴大周邊的國家 現在啊 也都開始感到非常緊張 先來看到幾位 這位是大馬的總理安華 他特別呼籲啊 兩國啊 透過外交的方式趕快解決 另外呢 他也特別提到了 反對這一些域外勢力的干涉 再來看到的是瑞典的部分 瑞典的國防部長強生 則是強調中國大陸在南海危險操作 市井將會威脅到接下來全球的安全 最近我們關心南海衝突是否可能進一步擴大 甚至演變成全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先來看北京當局不斷的進逼 小馬可是在這一次的香格里拉會議也劃下了一個紅線 未來中非雙方在南海這邊 大家形容說 欸有點像懦夫賽局是否有解放 委員怎麼看 懦夫賽局是會有一個最後的決戰來決定輸贏 但是在南海這一場賽局 可能是一個沒有終點戰的賽局 什麼叫做沒有終點戰的賽局 就是說不會有結果 什麼叫不會有結果 就是事情會一直拖下去 拖到了誰疲憊的不想再玩 可是看不到這種疲憊的狀況 我們可能要準備個10年20年來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局面 就以瑞典來說的話 我不曉得跟瑞典什麼關係啊 這個天高皇帝元不甘你的事 卻是長了一隻嘴巴沒有什麼意義了 但倒是這個有關於這個毛鄰跟安約兩個人談話 這才是重點 毛鄰講的話就是 仁愛礁就是我中國的島礁 我中國的島礁裡面被你非法佔領 你要撤離人員 你要送補給品 就是要先知會我中國 經過我中國的核備或者核准 那對於菲律賓來講 他當然這是我的島礁 是你控制我的進出口 所以因此我已經仁無可倫了 幹嘛還要這個來接受你的這個事件的核准權呢 我如果承認這個核准權 不是等於承認這個島礁就是中國的島礁嗎 然後他論的這是菲律賓的島礁 所以兩方面的根本問題是在於 這個島礁的領土主權到底是誰的 那這個已經是無解了 有關於領土主權嘛 只有兩種解決方法 要嘛就淡然處置不當一回事 要嘛就是直接開戰 來搶奪島礁 麻煩就是仁愛礁本身就是一個 難守義工 換句話說不管是誰 控制這個島礁就很容易被攻入 因為你不可能 除了你要填島造物啦 要不然的話 這個基本上是 是一個很麻煩的一個島礁 所以涉及到領土主權 雙方也沒有人能夠退讓 只好繼續謀下去 繼續演下去 那為什麼以前不演現在要演 理由很簡單 就是美國人要破壞南海行為準則 就菲律賓找一個 不太可能發生大事情的 仁愛礁 或者是這個黃岩島來做文章 有什麼好處 新聞可以鬧得很大 實質的這個成敗輸贏的這個代價很小 你說這個島礁歸中國 或者歸這個菲律賓 跟美國什麼關係 毫無關係啊 那是一個很好操弄的一個體材 所以我們眼看了這個戲劇 在美國的要求底下 菲律賓必須演下去 哪一天美國不想演 那菲律賓就演不下去了 所以你不要去管什麼 菲律賓總統講什麼 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講什麼 要關心的是 美國真正的一個戰略意向 因為美國只要達成破壞南海行為準則的目標 那他已經 已經這場局就美國就贏了嘛 因為南海行為準則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排除意外國家 那我美國跟菲律賓簽的這個 所謂的美非共同防禦條約被你這個 南海行為準則一約束的話 我等於是什麼 瘸了一條腿 什麼東西都很難動啦 所以對於這個美國來講 破壞南海島礁是真正的戰略目標 那個島礁歸史也對美國來講不重要 那你說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我只能說這種判斷是很無聊的判斷 為什麼 沒有人會一個沒有戰略價值的島礁 去進行這個所謂的大戰 要打也打不起來啊 再說你美國 如果真的要把航空母艦 開到南海來 那是一個墳場 對航空母艦是個墳場 為什麼墳場 施展不開來 海域某種程度不能跟西太平洋比 美國的航空母艦 如果開到這一個無法施展的海域裡面 那對中國來講 隨便任何一個超高音速導彈都很容易集成 因為你沒有什麼太大的迴旋空間 你把一個艦隊 一個航空母艦加上十幾條 這個所謂的驅逐艦啊 什麼潛水艇啊 通通擠在這個區域裡面 南海能夠擺個兩艘就已經刻滿了 兩艘航空母艦對中國大陸來講 簡直是懵中作編 還真正標準的懵中作編 所以美國不會想在這邊去打 這個世界大戰 要打就在西太平洋打 那對於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要拿這個島礁 要擊敗菲律賓 根本就這個簡單講 顯個鼻涕 或者是那個什麼 跟那個陳唐山講的 鼻死大的公務就可以順手黏來了 那對於中國大陸去打這兩戰爭也不划算啊 因為規模很小啊 就等於在仁愛礁海域啊 或者是在黃岩島海域啊 中國大陸要旱一點 就直接在黃岩島上填島照路 然後就把導彈部隊搬上去 黃岩島有什麼特別的戰略說 黃岩島只要一武裝化的話 馬尼拉就暴露在中國的攻擊底下 因為只有120公里嘛 中國呢 甚至不用那導彈啊 長城火把打得到 還有馬尼拉外面的蘇比克灣 美軍想把它當作 它的航空母艦海軍基地 到那邊是什麼 老鼠動嘛 整個在挨打嘛 隨時睡都睡不好覺 所以整個戰略局數在南海裡面 是對中國是有利的 但中國是為了要通過南海行為準則 現在是悶著也只能忍著 不敢用太大力啊 好像訓話小孩子啊 期待哪一天 菲律賓政局改變的時候 能夠有所調整 但是這個期待還要等待很長的時間 好 美國就是要破壞這個南海行為準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印太戰略之下 持續的拉攏這些盟友 當然也加劇了這邊整個地區的軍備競賽 我們也要來特別關注 剛剛講了很多東西的國家嘛 接下來有沒有一些國家 特別值得關注他們的態度 湯老師 這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剛剛講到的 委員講到的菲律賓 然後呢就是越南 那另外還有一個呢是柬埔寨 為什麼提柬埔寨呢 其實柬埔寨跟這個南海沒關聯 可是呢它又是這個東協的一部分 它是一個東協的國家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如果說你跟中國的關係很好的話 你東協要做什麼協議都做不出來 所以說它也很重要 那而且呢 它過往大概大概十多年前 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 在柬埔寨呢 開這個東協的會議 就是要討論這個行為的規範 還不是準則了 結果呢 那個時候大家好像都在美國的慫恿底下 都準備要同意了 在柬埔寨呢 它怎麼開你知道嗎 它開會要表決了 欸 停電 不表決了 今天沒有電了 因為它要按那個表決器嘛 不表決了 欸 這個是為什麼 當然這個就是跟北京合作的結果嘛 因為你現在想 北京它的做法是什麼 你們不要跟我打群架 我們都要跟你一個一個來 比如說我跟你越南 我有什麼問題 我們越南來解決 你不要把老美又拉進來 我們菲律賓 我跟你有什麼問題 我們自己雙方解決 那你現在呢 你要把這些外國的力量 要把它拉進來 同時呢 你在美國的慫恿底下呢 你要把這些東協的國家 你要把它團結起來 好了 那這個東西 當然這個情況就比較不利了 那所以說呢 那有一些 我剛剛講了 柬埔寨 它跟這些沒有關聯 跟你這個南海啦 什麼這些東西 都一點關聯都沒有 那可是呢 中國跟柬埔寨的關係 又特別好 那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另外呢就是越南 越南跟菲律賓啊 我們兩個做比較的話呢 就看得出來 非常大的差別 因為越南跟中國有邊界 而且呢 它又是儒疆文化影響區 同時呢 跟中國的這個關聯啊 是個非常非常的緊密 因為你1930年以前的越南人 全部都是用中文的 後來他們才轉成 這個他們自己的越南文 那還有一個 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是這個河流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 湄公河啊 是整個中南半島 最重要的一條河 可是它的發源地震 在哪裡啊 是爛滄江 是在中國的 那所以說呢 中國這邊呢 它就可以調節水量 因為這個水量啊 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所以他們就蓋了很多的這個水壩 那所以呢 你這個下游的 這一邊的這些國家呢 你要怎麼辦 嗯 你的這個水 就全部都是 控制在中國的手裡 那你 那你當然 大家要好好談吧 對不對 那所以說越南呢 它的這種 要我講難聽點 叫做怪 要做怪的這種 可能性 啊 就比較少 同時呢 越南跟中方呢 跟中國呢 它都是社會主義國家 嗯 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 現在 不多啦 就那幾個啊 那所以說他們抱團取暖 而且再加上 越戰 1965年 打到1975年 打了將近十年 嗯 史上上百萬 那你說越南跟美國 這種深仇大恨 嗯 那何時了 嗯 所以說跟美國的關係呢 就確實非常的微妙 因為美國一直在拉攏它啊 美國拉攏它 目的是什麼啊 就是針對中國啊 那所以說呢 越南呢 到目前為止呢 跟中國的之間的這個關係啊 都還是 算是 可以說 還能夠保持一定的 這個 穩定度 雖然越南現在又開始搞它的這個 這個島礁了 又開始擴建啊 要幹什麼的 那可是中方呢 都還盡量的忍耐 那所以這塊還算好 可是跟菲律賓就不一樣了 菲律賓以前是美國的殖民地啊 跟一五一年就簽了一個這個 美非和這個協方條約 那所以說呢 現在 菲律賓啊 他們 看到 跟中國的這個啊 在島礁上的這種衝突啊 必須要把美國的力量引進來 那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 那當然 美國 那講得很清楚啊 我們有協方條約啊 你萬一你這邊有些什麼狀況的話 我就啟動這個協方條約 而且呢 中方最近啊 他們也通過了一個規定 叫做海警行政規定 嗯 還沒生效 6月15號生效 嗯 那這個生效的結果是什麼呢 是說萬一有些什麼樣的 這種衝突的話 中方可以依照行政法法 啊 來拘捕這些相關的 不管是海事人員也好 是漁民也好 是什麼也好 對 嗯 30天到60天 是 那這個東西當然 菲律賓他又要抗議了 那所以說 在目前的這個情況下 嗯 那雙方就是你來我往 可是我覺得 應該這個事情不至於鬧得很大 嗯 我們持續來探討這個 這個越南在這當中的角色 剛剛濤老師講很清楚 有一些經濟命脈 現在還是仍然握在中國大陸的手中 不過我們看到越南還有哪一些動作 這是在美國智庫的特別報導指出呢 現在越南在南海加強它的書菌 還有填土的作業還在進行 南海的這個博家 我們來看到畫面上 就是越南最大的前哨 過去六個月我們可以看到 他填海造地的這個面積啊 畫面上很清楚 從238英姆持續增加大概翻了一倍 然後這個島礁現在長度是4300多米 那我們也看到他是越南目前為止 唯一掌握可能修建接下來 會有3000米跑道的一個前哨基地 那至於中國大陸部分所掌握的人 造島礁現在包括了三個 第一個 永暑礁 美濟礁還有主壁礁 都已經大部分完成軍事上面的部署了 我們看到越南接下來 可不可能會成為新的引爆點 鄭總編 我認為成為新的引爆點喔 我認為這個機率不高 特別是越南其實造這個島 其實它能造成什麼樣的島 我認為這個還有待觀察 而且我根據越南的國力 整體基建能力來看 它是不可能複製中國大陸 在南海的三大人工島礁 我們知道這些島礁非常的昂貴喔 它不是只是填海而已 你填海以後 你上面有相關的機場 相關的這個敞篷設施 那另外還有港口 還有相關的發電設備 還有這個人員居住的相關的設施 是不是要海水淡化廠 如果沒有你相關的補給物資 怎麼運送 它是一個很嚴謹的體系化的工程 而不是只是一個很單純的這個 吹沙填海或者造路 那麼簡單 那我們知道 越南其實是過去以來 搶佔島礁最積極的國家 大家都知道這個中國大陸在2014年開始 吹沙填海後來造了所謂的南海棲子 除了美濟 除了永蜀還有祖壁以外 其實還有東門礁 華陽礁 赤瓜礁 那還有一個是叫做南勳礁 總共七個 這一些島礁除了自己本身成為一個體系 那其中三個有機場 有這個港口以外 我們都知道 它還依託西沙群島以永興島為前進基地的重要補給基地 或者投射的力量 因此它是一個很成體系的 而相對 越南有沒有這個條件 我必須說沒有 OK 雖然2014年它搞了30幾個島礁 那搶佔 但這些島礁其實規模有限 而且其實自身很難成為一個體系 而且我必須為大家報告一下 像剛才講的三個中國的人造島礁 大家保守估計一個島礁 綜合建造成本還有整個設施完成 一個島礁大概30億到50億美元 以越南的能力來講 它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其實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問號 是 因此越南要想從這個仿中國大陸吹沙填海 要複製一個這樣的南沙的建設 我認為有根本的困難 你如果沒有一個體系的建設和規劃 在這個義工難守的環境 其實對它來講可能得不償失 這個白白浪費一大堆資源 它本身的確保能力和發揮的影響力很有限 這樣對它來講 這個是一個無效的一個做法 好 最近我們來關心的是 中國大陸和菲律賓在南海的監獄 持續的升溫 雙方衝突一觸即發 我們來看到最新呢 是來自於菲律賓的外交部 在27號發言表示 抗議中國大陸單方面呢 在南海實施了長達四個月 為期四個月這麼久的禁餘令 執行的期間呢 是從5月1號一直到9月16號 特別宣布了要在修餘季的專項執法行動 加強三無傳播的清理 好 這項修餘令 其實我們看到畫面上一共非常多項 達到八個項目 涵蓋的其實就是包括了菲律賓的海域 這是讓菲律賓非常的氣憤 痛批中國大陸的作為是 侵犯菲律賓主權的非法行動 我們看到北京老大哥在南海採取了非常多的行動 化界填海等等 菲律賓能夠做什麼樣的反制 莊老師 是的 我想首先要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福祭修餘這個名詞 很多人都看不懂 因為我們一般都一樣用中文 大概只看得懂修餘的 就是暫時停止補餘 但是什麼叫福祭呢 福一般想到就是前福 或爬下去那個福 事實上福是對應到三福天 夏季的意思 也就是炎熱的夏天 叫福祭 那如主任剛剛所講 是從五月到九月四個多月時間 那事實上呢 這個影響很大 如果你徹底貫徹的話 根據中共官方發布的數據 會影響十萬的漁船 一百萬的漁民 周遭沿海11個省份 包含這個 此外呢 還有這個香港跟澳門特別行政區 那這也是一個妙招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固然它有這個影響到南海泰式的企圖 不過它還冠上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義 叫生態保育 所謂修魚 為什麼要修魚 因為我們過去捕魚就是 有魚就抓 沒魚就回去嘛 那為什麼要修魚 因為隨著現代捕撈技術的進步 像劉翅丸的漁船 還有捕撈頻率增加 導致於海洋的這個漁業資源會慢慢估結 那漁業資源估結一方面會對生態保育造成衝擊 另外一方面呢 魚餅呢 越辛苦越賺不到錢 因為賺不到魚嘛 所以它有一個非常光敏彈簧的理由 為了生態保育 所以呢 在整個國際輿論上 就取了話語錢 因為師出有名理直氣壯嘛 那菲律賓方面再怎麼不爽 因為人家寄出的帽子是生態保育 而且呢 它裡面沒有特別表明是哪個國家 它強調是 針對違法的外局漁船 還有外國人民來進行取締 它沒有特別指名國家 所以我想 即便菲律賓氣得癢癢癢的 也不好發作 也只能透過外交部發表 不痛不癢的一個抗議 那當然啦 這個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 外國媒體批評北京當局 這個 有所謂的在南海啊 這個設局侵犯 這個他國主權的一個行動 包含填海造陸啊 重島等等 但是呢 北京當局對於這個始終是不承認 不否認 而且強調是和平用途 所以 後續怎麼發展 我們必須再觀察下去 好 這個 福濟修魚 中國大陸用的是生態保育 所以其他國家也沒有辦法 那中國大陸的海警船也宣布 從6月15號開始就會 涉嫌 針對這些違法進入中國大陸領海的 有外國人海警是可以依法拘留最多60天的 除了這一項宣布之外 我們看到大陸方面還有其他動作 是派出了全球頓位最大的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在5月24號這一天 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個海警船 在南海陷蹤了 好這個舉動再次的惹惱了菲律賓 揚言說如果說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你逮捕菲律賓的漁民 那麼非方我們將會採取理智 我們要帶你稍微了解一下 這一艘海警船的編號5901號 排水量的部分達到了1.2萬噸 號稱全球噸位最大的海警 長度165公尺 因為長度比較長 所以這被稱作是怪獸 伴隨的是一艘102公尺的巡邏船 如何看這個1.2萬噸的海警船 5901號威力到底有多大張建老師 這個5901號第一個五 是中央控管的第五個隊 它有1.2.3.4.5.6 有六個隊 這個5901不是原來的編號 原來的編號是個3901 然後它是由北至南 所以它是從北方掉下來的 那這個它也不是唯一的 還有一個跟它一樣的2901 那這個它究竟這個會跟菲律賓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這個我覺得應該不是在於威力啊 它上面的武力這個雖然有這個76公里炮 但是從來也沒有真正在對抗之中真正開過炮 也有兩門這個30公里的炮也沒有用過 也有機槍 它基本上沒有用過武力 但是呢 所有之中不在於它所具有的武力 而是在於你真正去執法或者對抗的決心 在2023年6月8號的時候 它曾經在萬安灘 這一艘對過八艘這個越南的船 它也沒有讓越南船這個討得任何便宜 這上面用這個水泡就已經有相當的威力 但是最重要的是 對於南海這些整個的問題之中 中國大陸真正的決心是 要讓它能夠產生一個能夠去創收的東西 要不然你這個金略南海 一直貼錢一直貼錢誰都受不了 所以它也必須認真地去資源開發 然後經營這些相關的活動 但這裡投資東我就要呼應一下 這個莊老師這邊特別講 這個羞魚它是根據不同的魚種在這邊 由於南海只有在沿岸邊的 大江大河流出來的地方 因為大魚是小魚 小魚是蝦吃的虎吃值 你要是完全是那些島礁 爭議的島礁周邊 它有熱帶島礁的 就是說你可以娛樂性的釣魚 但是你沒有辦法做商業性的撈捕 所以現在大家都是拿這些東西來做文章 但對抗跟真正的漁民的活動 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是好那我們持續關心 美國近年我們可以看到它加大干預南海 而且動作也非常明顯 就是不斷的慫恿菲律賓說 你去跟中國大陸來做對抗 但是我們又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說是這個菲律賓先前不是組織了 百糟魚船闖這個黃岩島嗎 但是美國卻連夜的撤出它自己的航母 大家就會想說這主要的原因又是什麼 佐老師怎麼看 好 關於這個雷根號撤離黃岩島這件事情 大概有兩個說法 一個說法就是說 因為當時其實大陸的一艘這個導彈驅逐艦 大連號就在附近 那大連號它上面有這個英級21的超高速 高超音速的這個飛彈 那所以對於雷根號 因為它這個音速這個飛彈 超高音速飛彈它的這個射擊範圍是1200公里 所以雷根號是使離了它的這個射擊範圍 這是一種說法 那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說 雷根號其實不知道這個大連號要來到這個現場 那它其實是希望避開這個衝突場面 變成讓這個衝突場面呢 變成讓這個可能的衝突場面 純粹是民間的船隻對民間的船隻 因為如果一旦它是有這個武裝衝突的話 那美國基於這個美飛共同防禦條約的第五條 它就有這個保護菲律賓的這個義務 所以它當然不希望就是說 雙方發生了這個武裝衝突 或者菲律賓的船艦被受到武裝的攻擊 但如果美國的軍艦在這個附近 中國大陸的這個軍艦就有這個理由去做武裝的攻擊 有可能會真的這樣做嗎 當然不會 當然不一定會 不能說不會 但是不一定會 對 可是如果你有軍艦存在 存在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就提供了這樣子的一種理由 但如果菲律賓船艦都是平民的船隻的話 那當然它要使用這個火炮攻擊的這個理由 就非常的薄弱 所以這個當然有這兩種說法 但不管如何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美國跟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前幾年提出一個說法 就是叫做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因為這是毛澤東時代提出的他的戰略觀 就是說我們在敵人有弱勢的地方 發揮我們的優勢 我們在我們自己有弱勢的地方 我們避開敵人的優勢 現在我覺得美國跟菲律 美國也體會到了這個戰略的好處 所以就是雙方盡可能地去避開直接衝突的任何可能性 老師你覺得他之後會如何 美中維持這種鬥而不破的關係 可能會看到哪些變化嗎 我覺得像最近那個 在對台灣的這個演習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一種展現 就是說第一個雙方一定有一個綿密的溝通 第二在經過溝通之後呢 雙方會盡可能地避開對方的火炮 比如像這個雷根號到這個南海 他其實5月16號就從橫須賀出發 然後5月22號到了那個南海 大陸這邊5月23號開始 對台灣軍事演戲 所以雙方不會有正面的這個交火的這個可能性 好 那同樣一個問題 繼續請教莊老師如何看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美國的航母後來連夜撤離嘛 現場那您如何看這件事情 南海議題 美國會如何來做操縱 來對抗中國大陸 其實這說起來非常荒謬啦 照理講南海議題 現在還南海諸國的事情嘛 那還南海諸國就是我們中華民國 中國大陸 菲律賓 印尼 還有越南 文萊 馬來西亞 應該是他們的事情 那美國遠在數千公里之外的半國地球之外 怎麼會跟它有事情呢 因為基本上它也是一個操作這個中國問題的一個槓桿 那至於美國跟菲律賓的關係 不要忘了這個菲律賓獨立之前美國是中祖國 而且三十幾年前我練高中的時候 當時的地理 當這樣講洩漏我的眼淋 當時的地理課本 在人文地理有特別介紹 菲律賓有蘇比克灣是美國的海軍基地 還有克拉克空軍基地 是美軍租用的 當然現在都沒有了 那根據住運狀況 那菲律賓雖然在美國住運撤離收回基地之後 目前也新增了四個基地 可以容許美軍進駐 除此之外呢 菲律賓跟美國之間也有可能聯合軍事演習的狀況 甚至讓美國駐紮中程長程飛彈 以及提供後勤資源等等 所以菲律賓對美國還是非常重要 儘管美國本土離菲律賓非常遙遠 那麼未來在操作中國議題方面 在第一島鏈的延續 這是一個很好的實力的點 也就是說 美國基本上還是不至於放棄菲律賓的 是 張靖老師 我要提醒一下 這個休餘期間是海上民兵祖訓的高峰期 平常有魚抓 你不可能把他抓來來主訓海上民兵 唯有利用這個休餘的期間 來主訓海上民兵 所以為什麼菲律賓雷聲大於仙橋 搞了這麼多船 一副要進去黃岩島 我認為他們必然感受到海上民兵的反制壓力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 不是休餘期 其實海上民兵是沒有在主訓的 他就是在打魚 所以他每次這個休餘的時候 要貼油錢 要這個出錢 然後才能把他們抓來做主訓 好謝謝 謝謝張靖老師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美國可以看到態度越來越強硬 中非之間的關係 同時也變得越來越緊張 剛剛老師特別幫我們提到 這當中特別菲律賓很擅長打的就是輿論戰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聊聊這個輿論戰 美菲為主的兼併今天結束之後 我們來看到菲律賓自己的漁船 現在可以在南海自保嗎 這個接下來我們都會來持續的關注 不過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到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 胡錫進他認為 非國意在製造就是 這個剛剛老師幫我們提到 大欺小這種關係 被中方欺負的這種表演 甚至不排除他們會主動的製造危險環節 接下來將會面臨很激烈的輿論戰 那他也進一步提醒說 中方現場人員 你一定要多拍攝 非方他不講規則 還有惡意挑戰這些畫面 記得要把它拍下來 他認為說現在話語權 不應該被非方還有親西方的媒體給奪走 剛剛老師特別提到 現在中國大陸方面 在輿論戰上面好像是比較吃虧的 Russ又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非國有利用這個落點來大動作 在黃岩島這邊布局嗎 怎麼看 其實剛剛李老師說 一句話我覺得是特別要關注 他說今天非方這個船隊 有達到他的目標 這個我同意 但是問題是明天或下個月或下次 這個明天的不是官方的船隊 再次想去黃岩島的時候 我要看中國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所以輿論戰或許是菲律賓 美國西方今天是答贏了 但是下一次我認為中國不會讓 非方或美方答贏了 所以今天達到目標 但是以後中國應該不會給 非方或菲律賓民間的船隊 給他們第二次機會去黃岩島韓國 好 真的不會有第二次的 沒有第二次機會 我認為不會 是 可能會怎麼做 可能會派更多的 不管是海軍或海軍的船 就會去抵制他們 我真的認為中國不會 尤其是他們看這幾天輿論戰 好 輿論戰也是菲律賓會答贏了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第二次吧 OK 那你有怎麼看 他選這個黃岩島 有沒有什麼技巧 上面有特別安排什麼 你說非方還是中方 非方 非方 選這個黃岩島 目前還是這個是民間 推動的一個活動 但是李老師剛剛有提到 背後還是有海軍跟海巡署 菲律賓的海巡署跟海軍 也是有配置他們 如果不配置他們的話 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可以理解為什麼官方 後來就一起過去了 但是我還是認為 這個本來是民間的活動 不是官方的活動 拜登任內在南海的緊張情勢 會越來越危機嗎 你怎麼看 一定會越來越危機 因為我們看中國跟菲律賓 不管是在人海角或黃岩島 這些衝突越來越多了 還好今天中方沒有用水泡來 今天這一次沒有用水泡 因為都是民間 而且是比較老舟的 剛剛說是木頭漁船 如果是用水泡的話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事情會鬧得比較大 但是像我剛剛說的 我真的認為中方不會 這次是比較克制的 不會讓非方這些民間的漁船 有第二次去黃岩島 真的不會有第二次 是 那Russ又怎麼看 現在沒有美軍在後面做後盾 因為現在美國自己在忙自己的 拜登他也很忙 要選舉 然後布林肯他又去協調 烏二戰爭等等 你怎麼看現在沒有美國海軍在背後 菲律賓這邊還剩下什麼 他可以來自己自保 總不能靠這些木頭船 你怎麼看 這個是只有馬克斯總統 小馬克斯要自己決定 所以這次他決定派海峻區配置 配置漁船過去 但是下次 如果真的有下次的話 我認為一勺或兩勺是不夠的 所以海軍跟海峻區 要派更多船配置民間 所以事情一定 如果真的有第二次的話 事情會鬧得比較大 那有一點危險 也不排除會把美國拉進來 美國再拉進來 對 好 我們持續來看到說 這個緊盯後勢的發展 目前北京在南海 域內國 他也開始在做這個穿梭的外交 持續在進行當中 我們來看到幾位 第一位 法言人汪文斌 他特別警告說 如果非方濫用中方善意 中方將會依法來維護反制 後果完全要由你非方自己來承擔 另外一位我們來看到 是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 他在北京和汶萊的外交主管部長 這一位是艾瑞萬 舉行會談 他更強調要爭取達成南海的行為準則 我們看到現在中方在南海動作頻頻 剛剛我們聊得非常多 仁愛礁還有仙兵礁黃岩島 然後又有這些飛彈驅逐艦等等 都在這邊密集的南海這邊演訓 我們現在也要來觀察說 中方是否在暗示南海行為準則 將會是南海域內唯一的護身符 而不是美國的這一些炮箭外交 大仲老師怎麼看 我補充一下 剛才講這些飛彌兵的 大的商業漁船五艘 配一些小的漁船 比較老舊的比較傳統的 其實對中國大陸而言 他的船假設只有這種 四千噸 兩千噸大的海巡的話 其實是不利於 其實非常不利於去做實際的一些 動作不會那麼靈活 所以大部分我想 可能大概是監控的角色比較多 如果你真的要做 比較靈活的一些運用的話 你可能需要比較小的船艦 是比較剛好 所以這些反映出 我覺得在這一次裡面 就像剛才Ross所講的 我覺得應該是 目前來說是雙方都比較克制 但是這一次 那未來怎麼樣我覺得有變數 但大家可以想像一個場景 假設這次世界裡面 雙方就都有過激的行為 然後導致有人命的傷亡 那就算最後有錄影 但是一定是公說公有禮 婆說非有禮 這個會演變成中非的外交 一定是外交的衝突 所以我覺得雙方都想要 避免這樣的狀況 剛才主持人特別講到說 還有一個大家很關注的就是 南海行為選擇 老實說在過去的一大段時間裡面 是非常牛不化的 最早其實是南海行為宣言 各方行為宣言是在22年前 2002年 但是我們也知道那是一個 妥協的結果 本來應該是做的事 就是要做行為準則 那行為宣言代表說 沒有真的達到很密切的共識 所以它是個不具拘束力的 但是在後來的時代裡面 大家還是希望說能夠行為準則 你看從2013年行為準則 開始磋商 11年前 那2017年有個最基礎的一個草案 這個框架 那2019年有個單一的版本 一讀 7月份的時候 到去年7月份的時候是進入到二讀 然後到10月11月的時候 中國大陸宣布說 應該還有跟東協進入到南海行為準則 草案的三讀的程序 但很多人都批評說 其實這個牛不化了 太慢了是不是 很慢很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 因為如果我們關心國際媒體的話 它會三部十個新聞出來 第幾屆的高官會議 有什麼什麼樣的結果 但到目前為止 還是很多國家是非常悲觀 比如說以菲律賓的態度而言 去年雖然中國大陸宣布說 馬上要開動所謂的三讀程序 但菲律賓是抓著馬來西亞 抓著越南說 我們要先有個自己的版本 因為這大的架構 東協對中國是牛不化 而且是說得比唱好聽 所以我們應該 自己東協內部主要的主導國 或是關心這事件的國家 先有個我們自己的版本 然後再去慢慢去做 所以代表說 即便是去年宣布說已經二讀完成 要啟動三讀的程序 但後來怎麼樣 後續怎麼樣 我覺得還要打個問號 這裡面其實會談很多東西 行為準則 一般目前外界的估計 是跟行為宣言有些類似之處 會談一些大概比較少爭議的 比如說海上搜救 執法 資源開發 這個大概比較少 共同打擊犯罪 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說 談到島礁的建設 這種議題或是一些地理範圍的劃分 這個還是會觸及到最核心的爭議 爭端 這是一個 所以我不是很有把握說 南海行為準則 進入到今年會風平浪靜 它三讀的程序目前規劃 是大概要三年 順利的話應該是要到2016年 所以你看 這不是從最早2012年 南海各方的宣言 假設到2026年 行為準則真的能夠出爐了 二十幾年過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大家 所比較在意的地方 但是拋開這個南海行為準則來看 我覺得主要還是區域裡面的 主權身所國 目前看來其實是飛玉兵 以及中國大陸他們的交鋒 交鋒後面還有一個所謂的 中國大陸喜歡講 叫域外國家 就是美國 其實我讓大家回顧一些經典片段 在歐巴馬執政時期 在2010、2011都有 在南海 在這個東協 東協區論壇裡面 當時是歐巴馬執政時期 然後飛玉兵越南發難 因為當時越南也是跟中國大陸 是在這地方吵得不開腳 就在挑戰這個主權問題 當時中國的外長是王毅 對不起楊潔篪 楊潔篪有一個很經典的回覆 就是正面直接槓上 這個飛玉兵跟越南 因為他認為 當時越南跟飛玉兵 敢提這樣的案子的背後 是美國主導 謝爾瑞這個國務卿 所以當時中國的講法是說 我從來沒有去妨礙任何國家的自由行情 這是北京自己的講法 第二個講法是說 美國不是主權身手國 意思是這不關你的事 對 但我們怎麼 但一般人都知道 中國大陸也沒 心裡想怎麼可能不關美國的事 因為美國是二戰之後 結束之後的世界第一級的強權 領導國家 而且他是海權國家 他就算不是有主權身手 他在這裡面的行動這麼久 他一定有他的政策主張 當時楊潔篪是講的第三點是 我承認我們中國跟部分的 東協國家有主權爭端 但對不起 我們可以用各自的方法 雙邊去解決 所以那個針鋒相對 我覺得非常的經典 那我們也知道 美國其實到現在都試圖 還是非常強硬的 觀眾朋友 這一節節目一開始 我們趕緊來關心到 是南海的緊張情勢 先來看到是來自於 中國的環球電視網釋出的影片 5月19號這一天 菲律賓對仁愛礁的軍艦 馬德雷三號進行空投補給 結果看似一個單純的影片 結果看到什麼片段 這當中藏著玄機 就是馬德雷三號至少上面 兩名人員他們用手 還有持槍在甲板 來對中國大陸的海警來比劃 那麼挑釁的意味 可以說是挑釁十足喔 事實上中非緊張關係 先前菲律賓外交部 才向中方抗議 四個月的一個禁餘令 另外影片這一次 我們要特別來關注到的 就是因為 這個影片在釋出的 時間點上陣縫新加坡 正在舉行的香格里拉會議期間 國防部長董軍這一次在會議期間 針對南海問題還特別警告說 有個別國家在外部勢力煽動下 配合部署中程導彈 破壞地區安全 終將引火燒身 大家知道 他指的就是美國陸軍的提風武器 首次在第一島鏈亮相造成威脅 現在南海衝突一觸即發嗎 今天我們一次來做關注 先來看到中國大陸在南海 對菲律賓施加壓力 但菲律賓官方我們可以看到 幾乎的反應就是視而不見 中方會在相會期間選擇克制 還是會醞釀更大的反擊 委員怎麼看 目前既不會有什麼反擊的行動 但是也未必是視而不見 因為雙方面都還在觀察 事態的發展 就這個菲律賓來講 他有需要把事態擴大 可是事態擴大 他又不想要失控 造成一個失敗者的印象 這對於小馬可斯總統 規劃他要修建競選連任 是沒有好處的 中國當然也深知到 這是一場政治秀 延伸出來的一個海上鬥爭 因為如果不吵著海上鬥爭 讓小馬可斯有挑戰 中國的這種偉大的形象 他沒有辦法塑造 他在菲律賓的民主英雄的氣勢 同時也得不到美國強力的支持 那在這一環操作之下 雖然不符合菲律賓的國家利益 但是百分之百符合小馬可斯 個人的政治利益 所以他也知道說 如何去利用這個政治利益 一下子不可能把他的籌碼都用光 所以也會像溫水煮青蛙一樣 這一場戲慢慢演 演到了直到他修憲成功 而且競選連任成功 這個戲才會終止 那對中國來講 他也知道說 目前在兩個比較熱點地區 一個在仁愛礁 一個在黃岩島 它是屬於內外線交錯的 一種鬥爭的形態 什麼叫內外線交錯 在黃岩島 是屬於內線作戰 菲律賓要攻進去黃岩島 是用漁民啦 還是用這個部隊啦 還是用老百姓啦 換句話說 他們要形成說 我是主權宣誓的活動 所以由外而內 然後解放軍或者是海警 他當然要固守了這個 所謂的那個入口處 不讓他們進去 然後菲律賓想說 我要捕魚 我要到黃岩島裡面去捕魚 那你捕魚在外面的話 並不影響你 海警船中國也不會去干涉你 但是如果你要 他一定要進入這個所謂的溪湖 或者我們稱作這個 所謂的島礁的裡面的海域空間的話 他是不讓你進去 因為進去就相當於 中國就放棄了黃岩島的主權 有這種象徵的事情 可是在倫耐礁剛好顛倒 因為菲律賓二十幾年前 就已經把馬德雷三號這個破船 給拉上了這個所謂的島礁上面去了 那就變成說中國是外線作戰 然後要面對裡面的馬德雷三號 又要面對補給船的壓力 所以對中國來講在這個仁耐礁 當然他盡量克制自己 即使馬德雷三號有人用槍子的 這個大陸的海警船 大陸海警船不是沒有槍 大陸海警船的槍跟砲個好 所以在這種狀況他是盡量克制 以不發生武力衝突為原則 但至於其他非武力的方式 不管是用攔鎖 或者是用這個水炮 或用其他的干擾的方式 那中國希望在宣傳戰取得優勢 讓全世界知道說 我並不是以大欺小或者以強欺弱 所以才會不斷地拍攝製作各種影片 找菲律賓的漏洞 然後在全世界的媒體上播放出來 所以在這個相隔禮道論壇期間 中國的媒體跟全世界宣布了 你看喔 他現在拿著槍比著我 可不是我拿槍比他的喔 到時候如果有發生衝突 誰惹誰責任在菲律賓那一邊 現在就塑造一個所有的責任 都在菲律賓那一邊 這樣的一個國際外交公式 島是不急著 所以要去確定這個島 完全由中國佔領還是由菲律賓佔領 那菲律賓也一樣 他現在只要說我衝進去 某個地方可以做主權宣示 因為馬德烈三號 他已經立行菲律賓國旗了 所以主權宣示是 盛方是在他那邊 那中國是不希望這個成為事實 然後在黃岩島剛好顛倒過來 菲律賓想進去插擊 中國不讓進去插擊 那這樣的一個蟬動 應該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你是不是視而不見 視而見 但是行而不動 是一個目前的一個處境 那小馬可是一樣啊 他雖然在香格里拉論壇講大話 只要有一個人死四種戰爭 四種戰爭你又能怎麼樣 這是個現實 你找美國來陸戰隊演習 能又能又怎麼樣 那種地方就是 如果真的要戰爭的話 守也不好守 這個義工難守的地方 不管就中國就菲律賓都是如此 那這個小地方 要不要打那麼大的戰爭 雙方們心裡面都心知肚明 是好 我們可以看到小馬可是的態度 現在就是溫水煮青蛙 所以我們持續來關注在南海的情勢之下 現在菲律賓的背後 還有一個美國在撐腰 中飛關係這麼緊張 我們看到美飛最近有什麼動作 這一場是陸戰隊的航空支援演習 從3號開始進行到21號 而且這已經是今年以來 第四場的美飛的陸戰隊的聯合演習 這一次一共出動了3100多名人力 我們來看到美方的方面跟菲律賓的方面派出了哪些人力 美國的部分包括了美國陸戰隊陸軍特種部隊空軍 菲律賓有陸戰隊還有後備軍人空軍海岸防衛隊等等 好 舉行的這一次的地點是靠近台灣的菲律賓巴丹群島 巴伊羅科斯省還有中旅宋 我們現在來看到跟前一次是肩並肩的聯合軍演相比 這一次3000多人的一場演習所代表的戰略意義 將軍 他這個比較重在躲島跟反躲島 因為陸戰隊陸戰隊就是登陸跟反登陸 那這一次航空支援演習的話 美國所參演的重點就是陸戰隊跟美國的空軍 包含美國陸軍直升機的部隊是這個樣子 然後美國的軍力是2200人 但是菲律賓將近1000人 所以看起來是旅籍的演習 那從4月份的雷艇對抗演習 到5月份的肩並肩的演習 到6月份的聯合航空演習 那在這方面我們看是一系列 表示我們有個戰略意義在裡面 就是美國要重返到藍島鏈 第一島鏈的藍端就是菲律賓 因為菲律賓的包含宇宋島一直到明達娜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弧線 意向是弱點 因為美國在1990年代已經 它的這些駐點都已經離開菲律賓 包含克拉克空軍基地跟蘇比克灣 那時候也因為火山爆發 還有菲律賓的國會反對 是這個樣子那就離開了 那現在的話美國想要重辦 那也藉由南海事件 不管是黃岩島也好 仁愛礁也好 或者是仙兵礁也好 從這些島嶼的爭端 美國說那我有必要按照 1951年所訂定的 美非共同協防條約 有必要來這邊旅行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2024年 一系列的演習就開始 這一次是第四場 聯合航空軍也是第四場 那第一場是登島 反多島 那登島 混島是在哪裡 很簡單就是那 我剛剛講的那三個島 不只是這三個島的 目前是比較冒出這個角 你還包含的 包含中葉島 也包含我們講鐵線礁 九張群島 如果參進去 那就很廣泛 就是島嶼主權的爭端了嘛 那這樣的話換句話說 那藉由演習 那美國以後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要常駐呢 我們知道從2023年開始 美國從五格的軍事的駐地變成九格 五加四嘛 增加四個嘛 那就變成九格 那美國這樣子 這個駐地增加了 美國的兵力是不是進駐也增加了 慢慢就強化在第一島鏈的藍鏈 藍鏈的這個區塊的 美國的駐軍就強化了 強化的話 藍鏈是對的是 我們來這樣講 應該是對的藍海 那第一島鏈的北端 包含這個 美國駐日本跟美國駐韓國 那對的是東海跟黃海 你看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北鏈跟南鏈之間 馬上就形成一個弧線 是這樣 那我們看他這次演習重點 是在哪裡 巴蘭島 巴蘭島我以前當飛行員的時候 我看過巴蘭島 因為我們經常 東南海域偵巡就是往巴蘭島去 看到巴蘭島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要回頭了 因為巴蘭島那是菲律賓的 我們叫做馬尼拉的飛行情報區 那也是我們台灣防空設備 叫做藍端 我們就要回來 那巴蘭島 那巴蘭島好幾個 它不是一個 它有一個島最大的叫做巴蘭島 旁邊有很多小島 那製重點那個 那個地方為什麼放在那邊呢 因為那個地方 二控巴士海峽 換句話就是 藍島鏈的北端 我們可以看 美國在這個戰略佈局上面 它有它的一個 地緣戰略的考量 為什麼選最北點 那個地方距離南里最近 因為巴蘭島最小 北邊的小島 距離我們南里99公里 99公里很近了啦 不到100公里 所以你看 那個地方是不是剛好一個 剛好一個二 我們講到的 就是一個 我們講到這個基角 基角就是說 戰略要成成基角 相互掩護 那變成一個基角 戰略的前沿在前面 是這個樣子 所以美國選那個地方 只有它一個戰略海峽 為什麼 因為它突出出去 突出到巴士海峽 巴士海峽是 中共的航空兵 還有海上 尤其是另外的 我們講的航空母艦 經常就從巴士海峽出去 尤其是南海艦隊 那你覺得出 要去島鏈到哪裡 都 所有南海艦隊 都是出巴士海峽 出第一島鏈 那東海艦隊跟 我們講的北海艦隊 它是出峰谷海峽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重要 因為三大艦隊裡面 南海艦隊的戰力最強大 那它出巴士海峽 它就放在巴蘭島 放在那個地方 而且我們在巴蘭島 現在美國 就在那邊蓋了 就對空跟對海搜索雷達 對 那就把整個巴蘭島 把整個巴士海峽都看到 因為來往的海情跟空情 它都可以充分的掌握 所以我們一看出來 美國在這方面的戰略佈局 就是強化南島鏈 強化南島鏈 北島鏈已經在日本跟 韓國這一方面已經 這個 我們講的它經營很久了 所以這方面是紮實的 現在強化南島 而且配合的最重要的 跟中共趕這邊拍桌子的 小馬克思 對 因為我們杜德蒂有沒有這樣子 沒有啊 以前的羅牧斯當總統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子 都沒有的啦 都不是這樣子 但是換了一個人 換了小馬克思不一樣 他主張的硬 主張的強 那美國一看 難得啦 以前杜德蒂老子跟我唱反調 要賣武器給他們 杜德蒂老子說不要 好了現在好不容易找到小馬克思了 那這樣剛好一搭一搭 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可以看出有個指標 就是小馬克思 到香格里拉 到新加坡 香格里拉 他去講話 以前的時候 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峰會的話 是菲律賓不隨便講話的 為什麼 因為他考量了經濟的發展 跟中國大陸的貿易 他會考量這一個 現在不一樣了 他全面講安全 不講經濟了 美國也看到這一點 所以打蛇隨棍上 所以一系列的演習 現在才六月喔 才上半年還沒結束喔 已經四場軍演了 就可以知道它的頻密度 可以看出那個積極度 好有了小馬克思 可以看到美國現在強化在南島鏈 也是第一島鏈這邊 派了重兵部署 在這邊各種武器 我們持續看到 針對美菲的種種動作 中國大陸的方面 如何來做回憶 這位是中國的國防部長董軍呢 在這一次香格里拉會議當中 特別來做反擊 他說美菲啊 你兩個國家 一直在加強國防關係 北京呢 我們的部分啊 在南海是有克制 是有限度的 但是我們來看到 同場的還有誰呢 中國的軍事的科學院 原副院長何磊他也控訴說 目前中國和其他海 在南海有爭議國 我們都可以保持和平的關係 就是和你啊 菲律賓 我們就是發生了激烈衝突 他還說呢 挑起事端在非方 幕後的操守就是美國 好 另外一頭 中國大陸對南海祭出 我們知道的季節性 淨於利之後 現在越南政府方面 也開始做抗議中方喔 說你侵犯越南主權 並且跟自己的漁民通告說 可以依法 就在法定的範圍之內 繼續的來捕魚 這樣的態勢之下 大家就在看說 菲律賓會不會和越南 強化一起擴大合作 北京如何對抗 現在有美國老大哥 撐腰的這些國家 是不是聯合起來 共同對抗中國大陸 街大使如何看 菲律賓跟越南合作的機會 非常非常的小 雖然馬克思這次在這個 相關聯合會議裡面的演講裡面 他也提到菲律賓 他也提到越南 可是他提到越南 是放在非常尾端的位置 他最重視在南海合作是美國 然後他第三 第二 他分好幾層 第一個是美國 第二個是美國 日本 菲律賓 第三個是美國 日本 菲律賓 澳洲 然後再加上印度 最後他講另外一層 又提到越南這個名字 可是你知道越南 基本上它的領土主張 跟菲律賓是有衝突的 就是在南海的領土主張 因為越南認為南沙群島 它們叫黃沙群島 整個是屬於越南的 那這個裡面有一個島 叫中葉島 原來是我們中華民國 所實際控制的 後來被菲律賓偷偷摸摸搞去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避颱風 這個駐軍撤離了以後 撤到這個太平島以後 沒多久菲律賓人上去了 那菲律賓就站到那個中葉島 中葉島就在南沙群島 照越南人的主張 整個南沙群島是屬於這個 這個 屬於越南的 所以越南跟菲律賓 曾經有過海上的衝突 而且有死傷 這個是漁民的時候 因為你既然這個島嶼是我的 我的漁民就可以在那邊捕魚 那對方認為這是我的領土的話 那就有衝突 所以越南跟菲律賓是有衝突的 那另外一方面 就這兩年 越南對中國大陸的這個關係 看起來 他們對於有一個共同的立場 就是在這個區域內 他們是不希望有域外的勢力進來 那很明著講的就是美國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說 菲律賓基本上 他也沒有想要靠越南 他基本上他心裡面想到就是美國 所以在這一次他的這個 在香格爾拉演講 馬克斯講得很清楚 第一點 美國的力量繼續留在亞太地區 是有必要的 可以發揮正面作用 這等於就是說 跟越南的這個立場說 像美國這種域外國家 應該不要到意外 跑到我們的這個區域裡面來攪拭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雖然中國大陸跟越南之間 在南海也有這個領土的這些爭議 可是這一兩年看起來是比較穩定的 我們去年還看到就是說 中國大陸跟越南 這個海四船之 聯合巡役 已經照計畫常常在進行了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就可以減低雙方在漁市上面的這種 還有這個民視航運上面的糾紛了 所以我覺得菲律賓第一個 它想要它自己本身聯合越南的意願不高 那另外一方越南我覺得 大概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大概也不會在這個情況上 在這個時節上跟菲律賓走在一起 節目一開始 我們趕緊來關心在南海上面的情勢 持續的升溫 先前可以看到菲律賓在這邊小打小鬧 現在來看到有一個什麼樣最新的進度 來看到的是就是菲律賓的五艘大型的商業漁船 和數十艘小船 這個人數的上面 我們也帶你們來看到 大約是200多名的志願者 據說還有100多名的漁民組成一個船隊 15日這一天他們前往 中非現在存在主權爭議的 就是這裡了 黃岩島來進行抗議 他們怎麼做呢 揮舞這些小小的菲律賓國旗在這邊高喊說 菲律賓是我們的 這當中比較特別的是 這是人數參與的 除了說看到這個牧師 還有記者 還有這個漁民 在逼近呂宋島 以西45的海裡處的時候 立刻就會碰上了海警的第一道警戒線 出現中國海警 我們可以看到船艦的部分 有3502艦 5305還有3305 清一色我們看到都是這些 4000噸級以上的鋼製海警船 相較之下我們來看到 飛國的部分就是這些比較小型的 10噸級只是用木頭來造成的漁船 而這些菲律賓的漁民漁船 我們看到他們在這個區域 扔下了一個浮標之後 就趕快的返航了 好我們先來看到這個大背景下 飛國他很懂得利用海上民兵 那為何要究竟這一次選擇了 這個黃岩島這個地方 為什麼不直接去近期炒得不可開交的 我們包括了這個仙兵島 仁愛礁等等 老師怎麼看 對 我覺得還是一個 這個浩浩蕩蕩看起來 但是應該是象徵意義 還是強過於它的市值意義 因為這次的船隊是有幾艘大的 這個商業的鱼船帶5艘 但是它有90艘帶 是一種比較小型的一個鱼 中國大陸它這個海景是嚴陣以待 但是它海景的船大概2000噸 4000噸都有 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話 4000噸的船 大概相當於正式海軍 那種一般的 比如說我們叫巡防艦 對 或是中國大陸講叫做護衛艦 這樣的噸位 那它是一個很大型的船隻 所以基本上看起來 飛魚兵想要塑造的一個形象 這是民間八起的 應該是大起小 強凌落 所以我覺得雙方大概都有一樣 這樣相互的一個認知 那中國大陸應該是 所以我這次看起來 它是避免使用高壓水炮 因為老實說如果 對比較小的這個漁船 這個高壓水炮 有可能會讓對方翻覆 那假設會有人命的損傷的話 那代表說 情勢會進一步的升級 那可能就會有這個民族主義上升 我覺得這也可能是 北京在處理這個事件裡面 它有它的一個考量或拿捏 就是說它做了它該做的動作 這個 但是基本上它不希望讓這個事情 這個無端的升波 或者上升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同時我們看到這些漁民 飛魚兵的漁民大小的船隻 浩浩蕩蕩的船隊 它其實後面外圍也有 飛魚兵的海巡在 這是一種前面是漁船 海巡在後面 那一般國家可能如果 真正要有對峙的話 海軍會在最後方 因為如果是海軍對上海軍 那就是事情就會比較嚴重 因為就是主權的象徵 因為軍事力量的一個 這個直接的使用 我想目前為止 這雙方還是有點鬥而不破 但看起來飛魚兵也達到 它所要達到的效果 它也會拍了很多的影片 也會做了很多的一些 事後的一些處理 那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個整個大的背景 還是因為馬克斯總統 上任之後 他所採取的政策 否則的話在杜特地執政的時期 其實你說飛魚兵 跟北京有沒有吵架有 但是不至於到如此 但小馬克斯上任之後 他基本上他的立場 裁得比較像美國 跟美國基本上是緊密的 靠在一起 包括上個月的這個 小馬克斯去一趟華府 有所謂的美飛峰會 美飛峰會 其實裡面談到很多 都是海軍的合作 包括三方的合作 跟三方的一個訓練 所以這個是個大的背景 那基本上還不止如此 因為小馬克斯他的做法 我們看到包括他開放更多的 軍事基地 讓美國來使用 對 這也是一個 所以很明顯在光譜上 小馬克斯比他上任剛開始的時候 更義務反顧 因為他也去了北京 大家不要忘記 當然他當時去北京 見習近平的時候 他特別說 我會跟中方去談 南海主權正義的問題 但是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他上任後到現在 基本上在整個美中的光譜上 我一直在形容說 假設是零到十 零代表北京 十代表華府 我覺得他大概佔到七或八或是九 非常天美 甚至是比過去 我們應該有印象 這個艾可諾三世 艾可諾三世 基本上他當時的執政 也是非常親美國的 所以才會有之後有所謂的 包括2016年 打南海仲裁庭的結果出來 2013年開始發動 但艾可諾三世跟小馬克思 相提別人的話 我覺得其實小馬克思的 政治的立場 他踩得其實不輸 這個艾可諾三世 所以這個是個大的背景 你說類似的一些 海上的爭端爭議 會不會停止呢 我覺得就是不會 因為都是如此 老師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雙方的關係是鬥而不破 這樣子現在軍演結束了 你看這些大型船艦都開出去了 菲律賓自己在這邊的 可以在南海自保嗎 還是他知道說 中國就是會採住這個底線 不會太做得太多 他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雙方都還有一定程度的克制 就是菲律賓漁民他可能 他想要去的地方 他要去做的作業 可能還是會去做 不管是在黃岩島 或是這些周遭海域 他插著一些所謂的漁場 他還是會去做 但是重點就是後面 菲律賓有沒有一個比較實質的 他派遣他所謂的海巡 來展現他所謂的這個維護 他們所認知的海上的執法 或是海上主權的爭端 那也取決於未來 中國大陸會如何去做 因為我覺得北京目前是姿態 就擺得滿嚴實的 但是在細膩的處理上 我覺得他會知道 如果有人傷亡的話 那後續可能就一發不可收拾 那還有一個比較不利的地方 我覺得是輿論戰 法律戰 因為打外交戰 其實雙方不就在打這三個嗎 對 輿論戰 法律戰 外交戰 那對外交戰而言 美菲是在一起的 那輿論戰的話我覺得看 當然各自國家 各自內部的輿論 但是以比較傳統的主流媒體上 來看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目前 並沒有站到上風 因為畢竟這跟全球的輿論市場 還是有關係 比如說大部分流通比較多的 可能還是西方的媒體 那法律戰的話 其實打了非常久 其實應該是從2013年開始 就是如此 那以美國來說的話 我覺得從歐巴馬任內的第二任期 大概2013年2014年之後 南海的局勢就比較緊張 那到現在其實剛好十年 那美國的政府也是從歐巴馬 到川普到拜登 那歐巴馬任期的時候 我覺得他法律戰 他做得還蠻 做得是蠻有一個他的邏輯 不是很刻意去達成這樣的目標 所以2016年7月12號的 這個南海仲裁庭的結果 基本上對美國來說是有利的 那對菲兵來說也是如此 那進入到川普任內的時候 他大概我覺得他有做 但是大家回顧一下川普任內 美國跟這個中國大陸 跟美國的盟友在中國 跟中國大陸在南海一地上 我覺得沒有像這幾年 這麼的白熱化 這麼的劍拔弩張 所以基本上美國的外交的做法 我覺得美國在這塊領域的做法 它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它會尋求法律 雖然美國不是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的簽署國 但它常常會用法律戰去挑戰 或是批判中國大陸的一些行為 就不符合這個國際海洋法公約 第二個我覺得美國比較 它的長項就是會去聯合美國的盟友跟夥伴 這一點我覺得是有效的 部分是有效的 還有一個就是我覺得它也會去做實際 就是剛講法律 輿論 外交之外 還有實際的作為 就是自由航行權 在歐巴馬執政第二任期 因為美國國會的要求 所以他當時講是 至少每季要一次 每一個季 一年有四季 對不對 一個季三個月 對 每季至少一次自由航行 川普任內 2017年1月20號就任之後 他基本上也採取這樣的頻率 但是我覺得到拜登執政時期的話 他的頻率可能會更高 而且主要是他拜登的做法是比較 以美國利益來講是比較 可能是比較更加的靈活跟聰明 他打雙邊 美國飛育兵 美國日本 美國韓國 還有傳統的大的多邊 但他現在做最多 我們叫做小多邊 美日飛 美日韓 QAD 或是AUKUS AUKUS Plus 這些都是他靈活的運用 目前北京的反制的方法 當然就是他也在做南海行為準則 是一個 宣布說從去年11月 宣布啟動所謂的三讀的程序 另外一個其實北京也有他的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也有他的朋友圈 他還有在這地區裡面的經濟跟貿易的影響力 所以說目前為止我覺得說奋廷抗禮 勢均力敵 所以我們還得慢慢看下去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